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公諒 我是林紫棠 這個環節有Stanley的導演 Sanley 你好 是呀 大家好 還有多提到大家 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電話204-6566 問我們專家的意見 又或者把問題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 Corp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看看市場 雖然騰訊在業績上升後 但市場仍然不太好 暫時恆指跌127點 19795點 國企A指數跌41點 6714點 大市成交339億多 看看A股表現 A股偏遠一點 上升左右指數跌19點 3272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85點 12510點 湖深300指數跌34點 4182點 說起昨晚美股狀況 年升五天之後 年早輕微有個回調 香港這邊 升也沒有升過 就這樣陰跌 本身就是想著 我昨天都說 如果是騰訊 大家都是想著 喂 期望太低的時候 少少 好少少 就已經有得行 只有它行 只有它自己行一點 走少了 可能過夜牛 過夜召喚 一開球已經吃鬼了壺 當然了 so far 就是騰訊業之後 都好像 不是很帶得起氣氛 沒有 所以我之前都 還要否認了 3690 暫時不會監視著 不是 真的 我想結果 大家應該都有少少都預料了 真的 怎麼說 我先去美團的談話 之前都說 其實真的是喘 我真的覺得 其實那個時間點 是奇怪 我到現在這一刻都覺得奇怪 暫時 真是 其實很搞笑 你用這些東西 跟好像 Elon Musk 好像 之前就說 買萬聯 又要試 賣可樂 情況差不多 但是 某程度上 經過昨晚 管理層自己都說 這個報導 是不準確的 大家至少 對於美團的情況 會否還有一些傳測 我不是說 好像 京東那樣派 這個 真的 可能性 什麼都存在 但是 現在 既然剛剛 管理層 都說了這樣的話 應該 短期內 他又不會做什麼 因為萬一 你再做什麼 突然 反口 沒什麼 那不行了 騰訊 你說在ATM裡面 來計算 大家都對於他的看法 某程度上 都是比較正面 真的 我想對管理層 都叫了一些客氣 其實 昨晚我也有聽分析園會議 其實你看到 大家的 問他的問題 那些事情 都 真的叫客客氣氣 我記得有一年 不知道哪一次 有一次是有些 態度是有些叫差的 但是昨晚 你見大家都好像 當 就是今晚 聊聊聊天 大家是很 感覺是 很平常 因為是否其實 他出這一堆數呢 其實就是大家 預期了 還有他 我看回一些分析 就說他其實 上年第四季 那份業績 已經說了給你聽 是戶差的了 那些廣告收入也都會跌 那些 真正服務那些 持平都算是這樣的 都說了 其實 其實 我簡單一點 因為大家今天看很多的 那些報章 都知道了 那些情況 我簡單一點說 就是他的業績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或者這樣說 那 其實這次的業績 如果你知道 很簡單一點說 就是他那個 cost control 是OK的 就是成本控制 是做得OK的 那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是他的cost control 做得好的 另外 因為如果你看回他的數 其實他自己都提及到 就是說 他都還有個空間 可以再做好一點 因為 我想大環境只是說 你已經預算了 大環境 你說那些增長 一定難的 因為你幾範 你看下去 幾範業務 其實都不會特別 就是你預算了 也不會特別好 所以你如果 cost control 得好 就是意味著 你未來那些 那些角度的時間 我業務有機會 可能有些反冷 那樣 你以為遊戲的部分 那些部分 可以大概營收一半 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 又沒有辦法 你看到我們那些遊戲 就很明顯受 那些監獄 那些 但其實國際市場 都差 其實他自己說 就是因為現在 疫情之後 很多人可能現在 就變成 打打小機 出去 可能其他外地的活動 去玩這件事 我其實有一半半的 這個說法 為什麼呢 就是你外國那些人 去旅行 還跟你留在家打機 那你其實 你去旅行 乘車都可以 按一下 兩件事我都沒有抵觸 就是你打機 跟你說出去玩 其實沒有什麼 我覺得兩件事 是完全可以同步做的 或者一個 其實你打機 說真的 限電會有影響 我反而在我想 可能 限電 按道理 你說內地限電 內地限電 內地限電 內地的說法 歐洲那些有能源方 限電其實會影響 反而不是影響打機 是影響什麼 應該影響 不是影響它 cloud那邊 如果你要拉下去 影響的話 為什麼呢 cloud用電很厲害 但通常這些 它自己有發電機組 就是去到那些 最普通的那些 你自己本身已經有些 可以保證你的電力 是不會斷的 所以應該這個影響 又不是大的 但是 怎樣都好 如果以那個情況去看的話 他講得出 可能一些遊戲的情況的話 也就是意味著 你遊戲的部分 就遇到業績 又是 未來這一兩季的時間 又不會特別有些 很高 振奮人心的情況出現 但其實政策 現在都 開始又慢慢批出一些版本 是沒有騰訊分 沒有騰訊分 沒有網易分 是的 但他都叫 起碼你整個遊戲 這個sector 其實你看到它 都在慢慢放鬆 是 但是鬆得來 你看到那些數字 你又看不到它特別好 就是 你看到鬆緊 會不會是接下來 遊戲方面 又可以帶回一點點 其實很難 很難 因為你來地 其實你想回頭 為什麼來地的遊戲 那些情況 會差一些呢 是因為你真的有很多 保護系統的措施做了 那些是真的 可能某程度上 你真的會有影響 會不會那麼放鬆 那些 那些不會 打機有限制 你一定有影響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意味著 佔你的營業一半的業務 其實你已經沒有什麼看頭 你好像說廣告那邊 現在的廣告又是 又是不行 又差一些 那你又是金融科技 是有個規模的 不過應該是賺好錢的 所以你看下去的話 其實整份業績 即如果你真的看下去的話 那麼 預算了那個Sales 即那個Revenue方面 不會特別升了 但是你省cost 我前途上 你那份業績出來 可能要英俊一點 那另一件事 就是說 今次它的業績裡面 它不斷很強調就是說 它現在做一些短視頻 就是短視頻的部分 那個用戶的人數很厲害 還有這一部分 它會覺得 會有些廣告 是 如果你要回這次的業績的話 我覺得這兩件事 是有些看頭的 cost control 加上廣告 即短視頻的廣告那邊 可能是未來的一個 叫收入增長的一個點 但問題就是 這兩件事 能不能夠令大家 對於它的看法改觀呢 對於騰訊來說 其實問題在哪裏呢 現在就是說 這些是 你叫做 cost 這些是 加大自己的 叫做收入的一個來源 OK的 但問題是 一個現實的情況就是 第一 經濟的狀況 即我們的經濟狀況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廣告那邊 其實你 你很極多個好 因為這些呢 如果令你的發展方面 充滿著比較多的 批角定性 這一範 你可能都很可能沒有聽 這個是不關事的 這個是大環境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呢 不單是騰訊 你可以說ATM 都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這樣的情況 第二 那個估值問題 因為假設你那個增速 即和之前比的話 已經都不同了 昨天也有開玩笑的 你要用中夷錄和他比 中夷錄和他比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中夷錄和未來這一年 其實你都很保證 它的影響表現是不會差的 更好過騰訊 另外就有高息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那買騰訊好 還是買他好呢 騰訊你駁去Tunner Road 是可以的 即是你駁去說 現在好像業務是見底 反彈 但是你又要去增速又不多 那你怎麼說 零憧憬 幾個 第三 現在只有十倍 是啊 第三是甚麼呢 最慘的是什麼呢 零憧憬 是 即是你把你行動 全部加進去的時間 因為那個情況 經常說 有點尷尬 那為什麼我現在要買他 即是鬼借 鬼借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慘的 其實都已經反映了一切 我真的 反映了一切 但是不等於你買他 即是我昨天都問到一個問題 即是我的朋友都問我說 即是問問業績怎樣 問我怎樣看 我都說其實很簡單 現在我給你 我現在兩隻股份 我讓你選你買的 賣哪一隻 那你說哪一隻 那當然是94 那就是 那就是 你想到一樣的就是 如果我假設賣一間公司 我賣你增長 即是你以前賣這些科技股 那是增長的 即是你現在不是 即是你現在最慘的是 你有沒有尷尬 你經常說 你真的不是 和國經理的狀況 不是好 那如果你要選的時間 我真的不會買它 不是大家 坦白說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如果 假設現在大家買騰訊 即是 如果大家 要說 你自己選了 騰訊和941 你有哪一隻 即是其實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是有些 可以叫無奈 其實其實騰訊 那份業績 即是你問我 如果以往的時間 那份業績可能真的不差 但只不過現在一個現實的情況 就是說 你看下去 即是你有這兩點 但這兩點 不足以令到大家 對它改觀 其實 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都對 未來可能大陸 或者環球 那個經濟狀況 都是甚麼 我好心信 是嗎 因為剛才說過很多 都是宏觀的東西 是啊 你經濟不行 所以別人就切廣告 遊戲 純粹因為政策的問題 那 即是所有這些 這些科技股都 ATM 我不放了 我暫時不會買的 真的 真的不會 所以那時候 NY 都講開 發現全部都去防守 收息那些 幾個 因為之前 是一個中線的看法 如果是這樣 有些事情 我都想不通 怎麼拆 其實內地 我經常都說 你內房的問題 我都想不到 你可以怎樣 怎麼搞 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現在投資 投資的話 為了想雲觀加一些東西 可能不照微觀 就是個別公司的錯誤狀況 現在就是說 你見騰訊 業務發展 其實你不可以說它差 但問題是 因為它始終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它的業務 其實跟那個經濟的關連度 其實很高 很高 所以如果你的經濟 是不行的時間 尤其是非都好 你不會特別好 所以你說現在 如果你假設覺得 是內地的經濟 一會兒真的可以 就OK的話 其實在網上 騰訊都可能有改善 但如果你說 如果兩者有這麼大的 關連性的時間 而內地的發展 一定是差的 不是好 你又很難搞 很簡單的 一件事 我只是用廣告這個項目去想 就是這樣去想 很簡單的 你想想 廣告這邊 至少有一份 你沒有了 什麼廣告呢? 房地產 你想想 在這樣的時間 你想想 你怎麼搞 因為你想想 很多以前的時間 廣告一定是房地產 很多 房地產 醫美 教育 你沒有了 甚至現在金融多 又會差一點 所以你想想 要是關連性 一拉下去的時候 你自然會覺得 你發展是有些暗用的 是的 所以如果這樣算 你不能搞 你真的現在這一刻 要買 不撐 除非你說突然間 真的有些方法 想不出來 想辦法 內房搞得定 拆得定 到時才想 其實內房拆得定的時候 而第一件事 可能你不是買騰訊 你買六百六百八 所以你可能說 現在市場很有趣 很多東西大家可以選 很多股份 很多都是很便宜的 其實是 但只不過你的信心 加上就是 你真的要西選選 當然如果你有錢 你買了都可以 當你不是的時候 你選的時候 你要想想 買哪一隻 所以 又是一個問題 選了 700 941 你選哪一隻 現在 所以當你想得到這兩件事的時間 你又不會去想 會不會是700 700和941 當然941 是有息收 但他們的股價 可能都是在這些水平上 拉下拉下 老老實實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如果這些價這樣算的話 就是當用回 昨天這樣算 昨天這樣算 昨天還給騰訊 可能還給了一筒 如果這樣算 今天就升了這些 當不算這樣算 我覺得當半年後 或者年底 你看看兩隻股價 哪一隻會 昨天這樣算 昨天這樣算 昨天收市價算 你看看今年年底的時間 哪一隻的回報更高 真的 我覺得941 未必拆下去 雖然941 你預算了 都可能不會升得特別多 但我怕是騰訊也不會怎麼升 OK 但市場都是這樣 傲著 傲著 其實今天 你見到市場 又是跌回內房 是 昨天那一刻 我覺得你已經預算了 是 是 就是 他有錢 還有錢賺也算是 算是 是 因為 之前 但我 不知道哪一份報告 不知道哪一間公司 有份報告都說 其實你內房 又預算了 有些公司 甚至乎 業職都做不到 嗯 平均派那些 是的 業職都做不到 儘管你虧損 倒退又預算了 所以說這些又真的是 其實你倒退已經算是這樣的 真的算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你變成你這樣計 沒有認存規 已經算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你變成你這樣計 真是 如果內房拆不定 你的東西很難搞 或者不忍耐其內 可以拆得到 數以連計 我想 是啊 所以你想如果這樣計 你的東西都很麻煩 是 因為你內房不定的時候 你內銀又不定 沒錯 一定會拉下去 是啊 所以你 平均派那些又不定 對 平均派那些又不定 有關事又不定 水泥又不定 是啊 所以你想想想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循環呢 是你解決不了 拆不定 真的拆不定 就是一環拆一環 是啊 以及以往的時間 你不會去到那麼 怎樣 影響會那麼大 那些牽連會那麼大 是 但是當你現在 你內房那個 那個佔 GDP的佔那麼高的時間 你便是一天 發現動全身 所以其實你要想 現在入市買東西 你是真的要想 一些辦法 是因為至少 開始跟內房這個 這個扣 沒有關係 那些又可以 一個關係 真是很難搞 好像日本那樣 有個失落的十年 他呀 就是我和你談話 如果你像日本的話 十年都算是這樣的 但是日本是失落了四十年 是嗎 是啊 失落了四十年 日本現在是 如果你這樣算 也挺大的事情 不會去到那麼多 真是不敢說 因為日本的情況 都真的 真的 都挺 頭痕 就是你見日本 不過怎麼說 其實兩者 你的趨勢有點像 就是你日本現在 出生率也是很低的 沒錯 中國現在也是 沒錯沒錯 變成一件事 你又真的 不敢說 但問題是內地那個 即內地那個 叫做怎樣 那個搭霸像工程那些太多 這些也是有大件事 好像你之前做芯片那裡 芯片可能扔了差不多 萬多億下去 但現在你什麼都 好像什麼都搞不定 好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一會再答Youtube問題 Kathy在電話旁邊的 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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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可以三隻都買的嗎 我選其中一隻 選一隻 好 他選的是956 新天綠色雲 華運燃氣193 和微創醫療 嘩 三隻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是嗎 是啊 微創醫療我先飛去 這隻業績好像都沒有得到 而且這隻純粹是分拆的概念 但是都拆了很多 拆的都七八八的 我覺得這隻不會那麼直撥 因為醫保的因素對它影響很大 所以這隻 第一隻先飛去 另外那兩隻 新天綠色雲原和華運燃 如果以你最近的表演去看的話 956 會比較好 因為新能源就似乎這一劑 這一段時間 就好像有些錢去買 但反而你說那些燃氣股 其實這陣子的表演是極差的 其實不知道 就是193 那隻384 那個炸 其實都跌得挺厲害的 不知道是否叫做昨天 昨天 昨天正前日一下跌下去 是很誇張的 都很多人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都跌不到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昨天正前日 是跌得很厲害的 我懷疑有些政策因素 但是現在還未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的燃氣股 跌下去之後 可能轉個頭 可能資格一兩日 才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一刻要賣的話 956就好些 我想你有些新能源版塊 始終你見到那些錢都保持炒 所以如果你考慮這個版塊的話 就可以考慮一考慮 956 這些價格你都可以厚一厚 就OK的 好啊 3選1 Standing就選一隻956 多謝Cathy的電話 另外聽到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早晨 黃先生早晨 最大人家賺錢 你直接直接賺錢 我先問一下 6626 它公佈了業績 如果在一個物館股來說 以前來說 它就 它有貨的本身 有 有貨的 是啊 但在物館股來說 講回以前的物館股 它應該對它不太滿意 是啊 但是 如果論回它本身 不要想回以前的那些情況先 第一它是國企 紅袖 就是說地產將來就不太好 這幾年都不太好 但是它好像是不同的 它就可以自己走出去 那些地鐵那些 好像走出去廣州 去外地發展 它沒有公司 月收地產 好像都不太差 嗯 明白 如果相對這個 我用那個823 就是 出來比較 所以 沒有得比 但是差不多 這麼穩健的股票 而它的增長性 可能比823更好 好 好 問一下Stanley 下隻6626 月收服務 都是一些物館 是啊 所以 都是預了稅 是啊 而且 真的沒有辦法 說笑 之前的物館 怕要救媽媽 拿錢出來救媽媽 嚴格上 她又不怕 她媽媽都說是 央企的那些 但是 她好像 因為 之前出過業績 我記得 是出過業績的 這東西 但是 先看看 因為 黃先生 其實她之前出過業績 而且 我記得 你也有幾次問過 只是6626 之前不是第一次問的 因為她那些 她那些 叫物館那一份 她都有很多商業方面的 她又不是住宅多 她應該是做一些商業的 好像都 不是 她是非商業物館 都會8億多 商業的2億 3億 她都是做一些 做一些 住宅多 我沒有看 因為如果你有住宿本身 其實她會多一些商業的 所以她一直以來 都覺得她做這一份 比較多一些 但現在看回 如果她的一些簡介 她說一些 非商業類的話 其實她包括一些 類似些什麼 圓藝 這些很有趣 她做一些非商業 她又不是一些 住宅的 她做些什麼 安保 圓藝 維修 保養這一份 她做這些比較多 還有一些是 社區真正服務 這一份 但是 我這麼說 我想 我剛剛前面都說了 其實物館這個版塊 其實都很受到整個氣氛拖累 即是叫做內房的氣氛拖累 是 然後你看回近日的 一二三 即是月秀地產 她的隔離相對比較硬 一些 不過這一隻本身都是這樣 她以往的時間 她的隔離相對比較上 都叫做好像 硬正的樣子 但是她的兒子好像真的差一些 還有 其實沒有的 物館這個版塊 都是某程度上 她怎樣可以有些 比較高的增長呢 因為以往的時間 就是第一 可能靠收購 第二就是 可能靠你毛企本身 有沒有多些 叫做資產的資金 進去的項目 看我學生 加進去做這樣 但是沒有 如果 你以往本地的 低落地樓市的情況的話 都暫停不能玩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貨的話 我只可以說 你暫時先拿著 唯一一個 情況就是 它的股價 應該先叫做 它的股價沒有什麼威力 如果相比其他的 那些 也沒有那麼多 都是比較差的 都是比較差的 如果這樣算 我不計算你上市那段時間 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 大概是四個半 跌下來 大概你沒有了 叫做 接近三成 大概兩三成 還有其他物館股 相比的話 可能它算少 所以如果你本身 你本身拿著貨 因為我見你也有些研究 既然這樣的話 你便考慮一下拿著它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是等的了 即是你說內房也好 物館也好 現在的泰國 或者部署策略 就說等 這樣 好 還有個家庭 打電話進來 謝先生在這裏 謝先生你好 謝先生你好 兩位好 Danny好 是 我想講新年齡的騰訊 業績是一個字差 我看到大行 出現業績 又說性預期 我真的覺得奇怪 你性預期 你的預期是哪個性 是大行定的 你性預期 其實你之前的預期是錯的 還有我 還有我 我遇到騰訊差 但是我買了call 我call騰訊 昨晚收接錢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見到 我身邊的人 每個都在騰訊 我知道今天騰訊 八、九成都升了 因為那些大褲子 你手塊 一定打你一口 今天我今早再反手 再反手 反手 吃了褲之後再反手 去騰訊 我看騰訊 有機會下去 28 28 287 左右 大家怎麼看 我看完前 拜拜 總之就贏完call 之後又反手 騰訊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講完了 這麼厲害 只要call 再反手 反手 很快 對 對 我覺得今早那一下 其實你說 按道理 是 還有今早 你昨天買到call 其實開始那一下 你叫它升3、4%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 也都很坦白 現在騰訊 它的價格要打得高 就算你撇除業績因素 你想一下 Nexper 那批貨 按道理 是一定減的 持續減 所以就算你說現在 你叫它去大概 好像310這位 但是老實實 其實我不覺得是挺得穩的 我覺得你說再 分下去300元 那些B米 那些附近 機會都頗高 因為你沒有 其實我想一下 其實Nexper Nexper 大股東 其實剛剛這一段的時間 就是剛剛業績期之前的時間 應該它都不能沽 不能沽 不能沽 一個月內 但是我都沒有試一個月內 如果你業績之前 一個月是不可以沽貨的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即是現在 叫它過了 應該由現在 又開始了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留意一下 你說可以留意一下 Nexper的消息 或者看一下 肯定的股價 真的能站不穩 因為今早的行刊 那些報告 我想絕大部份 都是看好它的 都一定是 但是 看好看好 現實就是說 它的股價 都面對著很多的挑戰 所以變了 如果你 我同意 你說它可以的 現在 你看看著 大概300元 你為止 OK的 好 好 好快繼續回答 Youtube上面的問題 好 3668 好 好 好 昨天中期業績不錯 但是今天股價不OK 是不是可以繼續維持 是否我們才說有些煤 因為用電的情況 是啊 Tony先維持住 因為 因為 我昨天的業績 我覺得很忙 不過有一點 因為燃煤 其實它之前應該是 給Mine 好像想現金私有化 它 現在的價 其實比私有化的價 好像高一點 我不知道 因為今天跌下來好像差不多 但是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如果你說現在這段時間 怎麼私有化氣的話 我覺得應該 未必成事 因為 這麼厲害 對 但是如果你有不成事 它的價格不會特別對 或者股東不肯放給你 都不出奇 而且業績是真的OK的 所以你有貨 就先拿著 今天也不只是它 今天煤炭股 有些都 滅下來 為什麼 但是我看國際外圍的 又說 又是有些資源的問題 所以油價 雷價又彈 雷價又彈 因為有一個 不知道哪裏的廠房 又閉下了 是啊 應該是 整體的資源 內地的煤價好像 好像上不到 下去 我不肯定 你剛才說買煤 你打算是 是買香港那些 香港上市那些 還是在外國買 還是在美股買 簡單一點 如果真的受惠煤價的話 其實應該是美國的 為什麼呢 有件事很有趣的 其實 你知不知道 有些有趣的 美國之前公布 昨天公布了一個數字 類似說 在俄國戰爭之後 甚至乎歐洲 禁止了俄羅斯的油 煤之後 其實美國運去俄羅斯的能源 升得超級厲害 增長是超級厲害的 說過什麼原油出口量 破紀錄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之前那個 陰謀論 根本上你說美國 它根本上不知賺一 這個情況 不知它多麼樂見 所以你說油價會不會 甚至乎 會不會這樣打下去 我覺得不會 雖然資源也是 其實全世界裏面 是資源最豐厚的 一定是 如果有的話 是中東交美國 如果你說其他資源的話 其實煤炭美國都不少 所以根本上 美國不少 美國最主要的是 為什麼它出口之前不多 因為它開賽很便宜 但是運輸成本很貴 它應該是這樣的 它開賽是超便宜的 但是運輸成本 因為你想想 平時我當你俄羅斯 回到中國這邊 蒸鐵路而已 但是你如果算美國那邊 你運去歐洲的話 水路都很貴 現在都應該更貴 但是你沒得選 你沒得選 你沒得選 你現在 要是不賣給你 要是你沒得用 所以你說 其實按道理 不知美國 現在這個情況 不值得樂見 美國上市的煤股 我覺得是軟 我覺得可以 不過問題是 簡單一點的話 香港的煤股 就簡單直接一點 我怕 但我按他們的價錢 不過如果按都好 氣氛上影響 實際上都是 都是暴力的 你見今年上半年都暴力得很厲害 那賣回1088 是嗎 可以的 而且是色高 這些賣又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 除了煤之外 6869和751 可不可以考慮 6869 最近又是強一點 可能最主要是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電訊版塊 做得比較好 拉上來 不過長尾乾纖 這些賣就要小心一點 5G相關 是嗎 這些賣做一些乾纜乾纖 但這些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基本面 我就是一本半 不過它真的是一本半 如果可以的話 都不建議大家買的 不過Tony 當你短炒 馬鈴蔥 都可以想一想 但真的只是短線 創圍內需消費 創圍也有關電視 是的 有另一件事 它有做一些光伏的 光伏 光伏 光伏也有做 所以它上升的 剛才這股反彈 可能是光伏的 相關 電視也沒有玩 因為電視第一個 競爭又是大 第二就是 你本身也是一些 你想想內房不行 電視的需求一定是減少 沒有本身屋 加上行業競爭又大 其實它本業沒有衝擊 光伏也說 光伏也說 有效率會比較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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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你炒 你的股價跌這麼多 炒了一層上來 所以你看到今天 去到今天都不升 不過今天很有趣 今天是內地的光伏股 剛才很厲害 反而香港這一股不升 為什麼 真是搞笑 所以有時候 內地有些板塊在炒 香港不炒 不知道為什麼 很神奇 為什麼大陸的光伏也會升 沒有 輪著炒 也是 不是 輪著炒 沒有什麼特別的 輪著炒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輪著炒 看它昨天有人炒一些風電 今天都在炒風電 但是拿地去炒這些債 還沒看電 還有669 創科匯到什麼位置可以買 669 就先給一些耐性 這隻可以先等下 你真的想買100元以下再想 這隻不急 這隻慢慢來 因為這隻昨天升得太厲害了 那一刻 昨天它升上來那一刻 我的朋友每個人都好像 好像有些後悔 為什麼之前不買 升夠了沒有 那些 很狂懷怨 但是美國的經濟前景 真的沒有隱憂嗎 又來隱憂 又有什麼 我覺得其實兩樣很有趣 幾樣東西 隱憂是有 但是其實對於創方來說 我當你經濟 當你不點也好 其實它沒什麼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DIY 是啊 其實DIY那樣東西就是 你建一間屋出來 有間屋你自己賣新樓 你都是DIY做的 我當你不建新樓也好 你都是DIY做 因為你自己做 但是工業那些呢 應該都有些工業那些 它不多 就是家用多些 它家用最多 另外就是它做一些 地板護理產品多 原理產品多 但是你看它 其實最主要它做什麼地方呢 它R&D真的厲害 所以它的毛利率都還可以改善一下 我想這次的業績 最令大家有些叫做很印象 它那個毛利率都還可以改善 這一下其實真的 這個東西反映了 其實是它R&D的強硬的地方 其實今年上半年 真是老實實 你的原材料價格上 這些東西都還是有影響 你都還可以改變得到 其實真的很厲害 好 還有問一些投入用品 新州和安達 沒有貨 不想著了這些 消費就不算了 這些就算了 這些真的不要想著了 還在封城 是啊 一來 二來真的你看到 那個經濟狀況 真的差一些 所以你不要說這個2020 你like 業績應該都不放很多去哪裡 所以你2313那些更加的大件事 就是你新州的那些單 應該都很麻煩 其實是去的很麻煩 美國的那些幫不了嗎 歐洲那些 難啊 真的難 真的難 如果這一回合 這些板塊寧願先避一避 真的先避一避 不是買的時機 所有有關大陸的消費那些 是啊 你看到安達的價格都沒有好過 是啊 你看到李寧的業績 有些標籤 都帶上去 安達的這一回合 是好跑輸 所以變成這些就不接著了 JT 最尾上面有人問了一架零 這架 這架簡直是 這架 就是miss了 人家外面已經去了旅行 買了行李箱 是啊 而且它真的做得好 其實這一架 我之前都是有 有時想買些什麼的話 這架都會彈出來 但是這一刻都沒有為了去業績 所以這一刻我都miss了 但是 這樣霸了一成二 沒有啦 其實這架它業績好 發得很厲害 真的 大家都沒有貨 沒有貨 真的沒有計 我也沒有貨 今天我都有 今天我唯一一架 真的覺得 爆上來是多麼不爽 因為這架 那時候看它 這架我以前在電視節目上都推介 因為 出業績那一陣子都會推介 真的 因為它的業績是對版的 OK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這架真的就是miss了 所以有些股份的東西就是 真的 沒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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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完 直接說買去買去 買去 自己都忘記了買去 可以算了 可以算了 差不了 Kavin你說什麼 六十二那些就算吧 對 算了算了 那些就不會特別派息了 五號其實也不是很多 五號就 五號有搞笑的 其實聯署那個 那個放鴿 就是放鴿 那樣東西 今次都跟Samuel說 你想想你現在 你的聯署局議息 那個會議紀錄 你那個人是上個月的 但是這兩個月的事情 又不同了 還有 他現在 說真的 大家期望去加息 都不會與他 或者加一來的 現在根本不會這麼做 你來來去 都是0.5加 或者是0.75 是的 而且都與他不會加 現在 大家之前說什麼 衝擊什麼 夏天減息 我都說根本上 就是不要傻 加息也不是原諒 減息 搞錯 所以其實變成現在 這些情況之下 大家如果是銀行股 反而要擔心些什麼 經濟真的不行 所以其實匯控 反而 就是說 它的價格跌的話 反而突然轉 因為擔心著 英國那邊的經濟不行 英國的CPI 十幾 是 三點多 所以你想想 其實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一定要再加息 但是它的經濟本身 已經不是這麼行 所以要這樣加息的話 現在很兩眼 適合你 如果有人怕再加的話 那個經濟更加不可以 更加衰 但是問題是你不加就不行 但不加 人家有料出都賣到 是啊 甚至乎 你再想一件事 你的CPI是上個月 你這個月更加大 因為這幾個月 你的資源價格更加強 是啊 還有行災 所以你想想 你這樣計算的話 現在一個情況就是 又要面對月高通脹 但又可能未必有條件給你加息 這些才是大件事 這些才是難搞 所以你說會控 英國是不是會對 對的 因為這些 其實加息 英國有機會會彈 但是問題是 那一下子 那一下子會彈 但是很快彈完之後 很快就玩完 因為你的水退 那個陰謀太厲害 太厲害 嗯嗯嗯嗯嗯 歐洲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擔心的 和英國那邊好像 反正美國沒有那麼擔心 歐洲是擔心的 因為美國的數據還真是 雖然說通脹壓是厲害的 但是這些數據似乎 第一 差得不是 就真的很差 第二是說 如果現在它真的 可能它現在做了很多措施 似乎是想按回價 你可以看到 可能它那邊 反而通脹有機會 會明顯 你看到它的trend 真的在下跌 雖然慢 但是在下跌 你不像英國那邊 又在跑上去 這個真是 沒有辦法 這個真是 你可以說美國人懂得玩 懂得玩 嗯嗯嗯 好啦 那繼續欠美金 欠著吧 美金定期 定期 不過 有些銀行又很差 有些資格又很低 是啊 我見到 是啊 是的 雖然 是的 那些銀行真是壞 真是壞 真是壞 怎麼賺錢 那些銀行真是超壞 剛才你問我家銀行 價值超低 是啊 好啦好啦 這次和Sandy談到這裏 Sandy有沒有持有上述投股 有和大家辛苦了 好 謝謝Sandy 詳細分析 轉頭回來還有其他直播人士 轉頭再見